但有一些病看了医生都看不好 寻找了所有的名医也无法得到一个结论 这到底是什么病 这个就是所谓的因果病 哈喽大家好 阿弥陀佛大家好 我是季谦 The Buddha has said that there are eight kinds of suffering in this samsara world 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愿真会苦 求不得苦 以及无因治胜苦 这么多的苦当中 最难受的就是病苦 The suffering of illnesses 从八字当中 这个人会得怎么样的病 什么时候会得这个病 病多久 要到哪一间医院 得到哪一个医生 能不能够治 谁照顾他 能够帮助他早日痊愈 要花多少钱才能够治好 会因为什么病而死 这些都能够看得出来 问题就是说 很多人都不懂得用八字 很多人也不相信用风水能够治病 风水能够消有形的病 但有一些病 看了医生都看不好 寻找了所有的名医 也无法得到一个结论 这到底是什么病 这个就是所谓的因果病 我今天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 好人有好报这句话是假的 我的孩子还这么小 他怎么可以得这种病 我平时都有烧香拜佛 难道佛菩萨骗我吗 我的答案是 很多人以为做好事能够得到好报 没有做坏事 我就不会得到坏报 问题是我们其实都是辗转很多很多事的人 你要知道你前世是不是好人 坦白说 你看你这一世富有吗 烦恼会少吗 长得漂亮吗 是身材好吗 工作好吗 事业好吗 家庭好吗 婚姻好吗 孩子好吗 你很认真的去研究自己的话 你就会明白到底你前世是好人 还是不好的人 做好事能够得好报 是 你有福报 你有功德 功德归功德 业障归业障 业障从哪里来 业障从我们的牲口印而来 可能我们曾经说错话 害过人 杀过很多很多动物 甚至杀人 杀业会让一个人 你的孩子得到很多的病 可能你曾经剁过胎 可能你曾经流过产 剁胎流产 这些都会有水子林在身边 凡是有水子林在身边的爸爸妈妈们 他们很多孩子 要么就很难教 要么就是一直生病 也有些人还年轻的时候喜欢杀蚂蚁 壁虎蟑螂 或者甚至看到那些花花草草 他们喜欢去踩 蹂躏那些花花草草 你知道吗 其中一个因果病 就是你会得到肌肉萎缩症 有些人也会说 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兔唇 很可能 这爸爸妈妈 他们以前喜欢钓鱼 又或者喜欢去钓箱 你钓的时候就是勾他们的嘴巴 所以其中一个因果就是 你会得到一个孩子有兔唇的病 我鼓励所有的爸爸妈妈们 千万千万不要杀生 无论是动物也好 又或者你有了孩子 一定要把他生下来 千万千万不要剁胎 如果你曾经剁过胎 你剁过两个 你身上就会有两个流 这个因果真的非常非常的重 有一些人计较心非常重 他们永远都不能够原谅人 他们觉得很多人都对他不好 不喜欢这个人 就一辈子都不喜欢他 但那个人可能犯的很小的错 他自己的心结无法打开 所以计较心很重的人 他心里面称念的毒 不能够排除 累积久了 会形成你身体上的流 我看过很多很多 甚至在这个淋巴这里生一粒一粒的东西都有 你杀蚂蚁杀很多 你会发现你这里长很多一粒一粒的东西 而且去看医生看不好 查什么膏都查不好 都是因为杀业而来的 还有另外一种病 精神病 精神病很多离不开三个字 人为什么会有残生灵 除了你曾经杀过他以外 去了一些不该去的地方冲犯了 你走过一些庙 你去嘲笑 你们都是在拜木偶啊 人家大礼拜的时候 你去笑他等等 这些都会让你很不小心的冲犯 有一种精神病是他一直会听到声音 说里面有人跟他讲话 他指导他 又或者他看到耶稣 佛陀 上帝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冲犯 精神病很难医 你如果带他去IMH的话 他最多只把你关在里面 严重的话 甚至给你 给你做电疗 这些都是我们不想要看到你说的一种皮肉之苦 我今天在梁环宝餐这里 那天给你们看的是第一到第三卷 在礼拜餐到的已经是第四到第六卷了 如果你有一种病 医生医不好 吃药也吃不好的 怎么办 你可以借由佛菩萨的力量 来帮你 跟你的愿性在主禅神灵解掉这个愿 为什么佛菩萨有这个能力帮你解愿 原因很简单 佛是绝行圆满的一个行者 功德非常非常的大 佛没有分别心 所以他能够帮我们和我们的禅神灵谈条件 来帮我们解开这个愿 愿家遗解不遗解 来拜颤是其中一个方法来解愿 那另外一个解愿的方法呢 在梁环宝餐其中一个贡品是贡经 经典的经 我先生今天是他的生日 他现在在这里抄经 高王冠心真经 抄经本身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是我自己抄到一半的 这是我抄的第三份 就是一字一句的把佛所说过的法 用非常恭敬的心把它抄下来 只是训练你这一心不乱 以及身口意的清净 这些都有无数的功德 你抄完这支经之后呢 你还能够回向给你的愿亲在主禅身灵 你跟他们说对不起 我曾经对你不好 请你原谅我 我希望我们这一世就能够解到这个冤 你也能够往生到更好的境界去 我已经跟你讲了两个 第三呢 你报名超度你的愿亲在主禅身灵 法会这里非常的舒适 很多很多的供品给大家选购 你也能够选购这些供品 拿来供养给你的愿亲在主禅身灵 希望他们能够原谅你 昨天我的客人 他看到我的Facebook live之后 他有过来 我很开心看到他 他来为他的父母报名 他说 我说你要为你的父母报名的时候 要报名超度你父母的禅身灵 心想 我父母还活着 我为什么要帮他们报名超度 那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人为什么会生病 长流 会突然间得到一种很奇怪的病呢 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 冤亲在主禅身灵 作祟 当你的运气很好的时候 这些冤亲在主禅身灵 不能够接近你 因为你身上的阳气很旺 气场很旺 可是你八字走到不好的 Luck cycle的时候呢 这些冤亲在主禅身灵 就能够附在你的身上 带给你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里是法会报名的地方 这个绿色表格第一行有写着说 你能够报名你的冤亲在主禅身灵 我写的名字就是 李济迁之 然后我在第一个格子这里呢 就会打勾 冤亲在主禅身灵 那如果你有水子灵 你曾经度过胎 又或者曾经流过产 打勾水子灵 为你的水子灵报名 有一个可以给你购买莲花 莲花其实就是给孩子 或者给你的禅身灵怨气 再组一个令牌 让他们能够做莲花 往生马哈双连尺 西方极乐世界 你也能够为你的历代祖先报名 那如果你只是要起伏 就是用这个红色的表格 起伏只能够为羊居 今天就跟大家略略介绍了三个方式 如何帮助我们 能够身体更健康 自身的运程能够更好 还记得是哪三个吗 第一 你能够本身来败颤 将这功德回向给你的父母 自己的禅身灵 或者给你的孩子 如果你孩子身体健康很不好 第二个方法 就是你能够以超金的功德 共金的功德 来回向给他们 第三个方法 就是出钱 报名超度 在这里报名超度 供养是随意的 依你自己的心力的能力 而发心来解这个冤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解开你们这一缘 我看了很多很多人的八字 运程不好 为什么做生意一直失败 现下这么这么多的债 其实都离不开冤亲在主禅身里 做生意能够成功 因为他后面有福神 地神 财神跟着他 十做九拜的 为什么 因为他后面跟了很多很多的穷鬼 所以他一直都不能够更有钱 而且越做越穷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祝大家日吉祥 夜吉祥 一日六十日看吉祥 加西贝勒